嘿 大家好 这里是赛街街 数码咨询不停歇 最近这段时间 我是非常的忙 但是忙的同时呢 我发现有一个不足的地方 有这么几点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情况 首先呢 第一步 大家在入手手机的时候 经常找不到我这边入手的窗口 这里我再一次跟大家讲清楚 首先要点我的头像首页 也就是说 上面有一个联系方式吧 左边右边有一个淘宝 跟一个多多的乡城 当然了 很多人看到的视频的价格 会问 到了里面的乡城里面去 为什么价格会不一样 这个问题呢 大家问的好 首先我再跟大家讲清楚一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比如说我在视频里面讲解的这款机型是4000 那么如果加上我的代购费 也就是说我们的利润180 加上20块钱的顺风的运费 也就是说4200 如果你在选择这些型号的时候 我说的是256 你看到的是128的或者卡贴机 你们这些类型 你们一定要看清楚 比如说我在一个视频里面 包价有卡贴机 有无缩板的 当然卡贴机肯定是便宜不少的 对不对 那么你在入手的问我们的时候 你要问清楚 我要卡贴机或者无缩板的 我们给你的行情 也就是说按视频里面的走 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走进这个误区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 可以多多咨询我们 这样的话 对你 对我都有好处 而不是在我的评论处说 你买的价格太高了 我看到你的视频那么便宜 遇到你们的乡城 哎呀太高了 这个问题呢 我经常看到一些聊天记录 我看到都不知道怎么去和颜面对 兄弟们 接下来呢 我大致的介绍一下当下的一些热门的机型 一些参考行情 免得大家走进一个误区 对不对 首先说13poro跟13poromax或者14系列14poro 这些机型呢 当下来说入手最好的还是13系列 我回想了一下 在一些新机市场上 目前13poro13poromax跟1414poromax 他们的差价越来越接近 为什么 因为14系列说实话 它提升的并不明显 大家不买账 不买账的情况下 那肯定他会官网下幅度在600左右 我相信这个问题大家应该都了解啊 所以说 目前来说13poro13poromax 当下来说 仍然是值得入手的机型 14poro跟14poromax还会往下调 我个人感觉 如果你要选择5G手机12系列以上 目前当下来说 都是值得入手的 它该有的功能都有 它一样都不缺啊 是不是优秀的做工 不大不小的外观 12poro跟12poromax系列 12系列甚至是入手的好机型 就拿12跟10上来对比吧 13对比12 优点其实没有多少 但是呢 在艾首市场这边的话 就仅仅的多了一个续航 一个减培版的a15 它比12差不多将近贵了1000块钱左右 至于吗 外观是一样的 相同也是一样的 凭什么贵了这么多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手机的时候 一定要在网上多对比权衡一下 兄弟们 当然了 在入手机型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博主的 当然了 在入手爱手机的时候 不要一味的追求便宜 一分钱一分货 它便宜肯定也有便宜的道理 比如说13poro跟13poromax 一个正品屏的 也就是说官网范果屏幕的设置通用 关于北京里面显示有一条正品屏 代表这种机型 也就是说官网置换的屏幕 我并不是说这种官网的屏幕 不好 当时在华江北这边进货的价格 它们就相差300 如果你选择这样的机型 卖家不告诉你实话的话 当着正常机出出的话 这就是在骗你 在坑你 兄弟们知道吗 好了 本期视频就暂时的介绍到这里 关于iPhone手机到底要怎么选一些热门的机型 可以写在屏幕中 我们互相探导探导 小走前进 小走弯路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选购有帮助的话 顺便帮我点个赞 你的生活很刹那